10月6日,同安区第十轮全员核酸检测,结果均为阴性。 对全市其他重点地区、重点人员的日常核酸检测,结果也均为阴性。 自9月23日至今,厦门连续14天无新增社区发现的本土确诊病例。 10月7日21时起,全市无中高风险地区,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。